大家好 我是阿力 咱们之前有聊过 有些朋友在买房的时候 专买那种老破小的小区 可能是为了赌拆迁 也可能是为了之后转手比较方便 而最近我发现还有一种房子 叫做老破大 这种房子我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买了 因为你后期想要转手的话 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没钱的人买不起 有钱的人看不上 那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房子算是这种老破大呢 这个老破大的房子特点就是 面积很大 可能150平180平以上 但是一般家庭都用不到 周边配套可能还不错 但是因为年代比较老了 小区内部的配套都比较差 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电梯 首先这种房子的居住体验是比较差的 因为这类房子大多数是非常老的小区 没有停车费 没有电梯 出行上下楼都不太方便 其次这种房子买下来压力也比较大 首先这种房子可能单价不高 但是面积大 所以它的总价往往很高 而且年代比较老的房子 贷款的年限也相对有限 一般来说 这个银行计算你这个房贷 贷款年限的公式 是这个50年 在减去这个你买的这个房子的楼林 就等于你能贷款的最长的年限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种老破大的房子 如果你后期想转手的时候 就会发现非常难出手 因为买这类房子的刚需朋友会很少 除非是那种家里人很多 预算也够的 而有钱人压根不会考虑这么老 住着又不太舒服的房子 剩下的可能又买不起 可以说是非常的尴尬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建议各位想买房的刚需朋友 如果说当前的预算不够的话 想买一些这种老小区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房子是不是容易出手这条 一定要考虑进去 尽量选择以后容易卖掉的房子 选择能接盘的人比较多的房子